很圓很圓 那又方角很尖很尖的 這個是受到了衛碑的影響 但它不是單一的 它還有複合 所以它是衛碑 但是末端有點尖一點點的出去 所以是衛碑加一點點這個歷書 對不對 那剛剛說這個詩有點行書 末端也有一點點的上俏 所以有受到行書跟它的影響 這個啊 這有點圓 但是末端有點下墜 對不對 我是覺得你們在觀看的時候 是可以看出很多有意思的一些表現 那我們當時在翻這個字帖 也有看到像衛碑一樣 下墜很明顯 像這個字 這個字下墜是很明顯的 因為上面很凸嘛 可以嗎 這裡 跟這個上去都不一樣 對不對 這有點末端有點往下來 這種是上去的沒問題 就是它有各式各樣的表現 那我們的 這個也有嘛 很明顯嘛 對不對 這裡很明顯 它不是翹起來 這裡是翹起來 這裡是這樣 這裡也有一點點對不對 你們可以去比較 因為這個字帖就在你們手上 不是老師說了算 你們看一看也可以看得出端倫 這樣 這個有點下墜哦 好不好 對不對 就是這些例子 這些例子它 它一直都出現在字帖的每一個 這個不同的地方 這裡也有一點 是不是 就不聲沒舉 太多太多了 老師只是告訴你們說 我發現很多風格的變化 然後你們自己 在練的時候要把它 是綜合的運用 不要單一就對了 為什麼我會講它至少有三種基本型 因為你要運用的時候 它就可以運用得非常的得體 老師就不多說了 我就直接用我們幾個基本型 寫幾個字給你們看 然後你們如果感受到的話 就可以去把它練習成功 我用三個字來做這個主要的說明 就是知戶就有一個字 比較簡單哦 入字形 右點 然後呢 挑筆 再撇筆 刷與刷 第一個像綠樹一樣的往上翹 第二個像形樹一樣的 第三個 有一點點下墜 就是加入一點點的胃背下墜 比較方整 有效尖的E 這有點凸 一點點出去 這三個 這三個是老師覺得 把這基本型做一個單一的練習 對你們該會有一些 效果上的這個 算是角度上的一種變化的參考價值 然後我們再來看 那比當然還有很多了 比較有名的 老師知道比較有名的 是結構的撇納的上面 撇納的中間 跟撇納的下方 撇納的上面呢 比較有名的是金 金色的金 對不對 金色的金 還有全家的拳 還有這個宿舍的舍 對不對 這些都是算撇納在上方的 老師直接寫 這些老師都熟 所以我就直接寫 那撇納降低 比較難的是撇納降低 然後做一個陰陽翻面 一個無形軌道過來 從這裡橫畫 就是我們說的平台 開始加速 然後往後一點點 再往右邊過去 第三段 一二三 然後起來之後呢 要把這個氣呢 拉到中間 繼續寫 越是中間的 它等於是有點像 這個裡面的佛嘛 外面廟是大的 裡面要小 記得 要大廟守佛 要大廟守佛 那這樣的情節要好看 我們要的就是撇要往下 那要往橫 那它的這個結果 就造成我們現在的重心 比較偏這裡 撇靠近這個重心 比較近 那靠近這個重心 比較遠 有看到嗎 小角度大角度 然後這樣子就顯得 非常有動態感 我們要這個效果 第二個撇耐在中間 哪些字撇耐在中間 撇多的好不好 春天的春 泰國的泰 秦始皇的旗 奉養的鳳 是嗎 都是嘛 恭敬的恭 都是屬於撇耐在中間的 對不對 沒問題啊 我們還是寫這個泰 瑞泰熊門泰 三個橫畫 不要有忽長忽短 或第三橫特別特別長的這種事情 不要有 那是印刷體 你們看到印刷體 現在在書法家的面前 他把它做得適當的改良 不要這樣玩 中間是水 那有撇耐在底下有沒有啊 有 大家曉得大 是不是 好多好多 都是屬於這種表現 就撇耐在最底部 美麗的美 有沒有 我們來寫美麗的美 好了 這樣寫 他寫法也很特殊 先寫三個橫 然後再寫一個撇 再寫一個納筆 再寫一個納筆 下最好的 再寫一個點 點寫這裡 再寫一個撇 哇 一個撇 一個點一個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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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來表示美 所以 有撇耐上面 撇耐中間 撇耐在下半部的 這種寫法 另外一個比較有聞的 是錯步 對不對 錯步是不是很有名 錯步的納 錯步的納 我們來看 比方說你們比較熟的錯步的納 進步的進好了 進步的進 這裡 這裡細道出 老師這裡中間就寫 出道細 就讓它有點變化 重點就是 撇耐的這個位置 底下的這個納筆的開頭 不要超過上面這個 這個類似於三啊 或是勒這裡 不要超過太多 差不多就可以 不要拉很遠 我記得很多人在寫硬筆字的時候 喜歡這樣寫 我不知道啦 你們從哪裡學到的一招 這樣你們在對稱嗎 不對 我們要有動態感 所以這邊呢 還需要往左 底下呢 要往右 你必須要拉扯 它才能夠 有一些動態 就是老師的經驗 另外還有這種很高的納筆 比方說這個銀水的銀啊 我印象中 這裡面好多銀水的銀 還有一種更可怕的銀 是從天而降的 有沒有看過 很高很高的 應該差不多這附近喔 這兩個怎麼不一樣 怎麼不一樣是什麼意思 你是說 它怎麼可以不一樣 就是撇鈉的時候 那你覺得 不算撇鈉 這算右點 它算是長右點 又成為反鈉 其實這些都是 用判斷就好 你認為它為什麼不一樣 就故意 不想一樣啊 要不然 不美 那就是有充滿了藝術的 一種 一種 算是心態嘛 就不要和它一樣 是不是 對 當然是這樣子 這一定是這樣子的 書法家其實寫到後來 當他 從容淡定 就是我守到不能再守的時候 他心裡面是還希望在進階的 而不是套用 只要是套用的 都是江湖書法家 就是你已經會了這個一招辦事 你就開始走江湖 但是厲害的是說 我知道我自己不夠 我就算守著在守在守 我都覺得自己不夠 他希望能夠更好 所以他會在每一次都戒慎恐懼 或者是 從容安寫的感知到 這個寫過了 我再換下一招 或別招 用這種感覺 所以這個就是他的心態 一個成功的書法家的心態 就是用別招 好 我們寫癮 剛剛說了半天 這個寫癮 這個癮 因為他使用到了一個實 你看這個間接 間接是老師 一直特別跟各位分享的 它很難 因為你怎麼能夠精準的寫到那 然後就可以間接了 你怎麼做到的 而且它間的時候不能夠 跟底下產生斷裂 還要有書寫的感覺 這多難啊 就是比如說我們剛剛說的 那個月亮的月的那個 蘭花葉子的薄 有一點點曲頭 但很尖沒有很鈍 對不對 這種寫法 就拉進來 到下一筆 然後很快的樹撇 這不是我們剛剛前面分享的樹撇 在那筆 很漂亮的那筆 然後還有一種是比較常見到的 這種 剛剛說的凡鈉 你們剛剛已經見到 食物的石也是很棒的 因為它有一個鈉筆 有一個凡鈉 所以這個是一個鈉筆 你看不太出來 但我們還是要表現出來 它把它 這個把它揚開啦 就把它縮短 這樣 所以 感覺上是兩個凡鈉 但我覺得它應該有鈉筆的意思 像行書一樣 臨時把它給停頓 的一個鈉筆 不是很大的表現 我猜它要讓底下那個筆畫表現 這樣 它要出去 可是忍住了 然後再來一個橫畫 我們這裡已經有一個出道戲嘛 所以我就讓底下這個食物的石 細到處 故意的 就是我想要做一些變化 這是細到處 故意的 這個拉過來 就是它的食物的石 好 它要怎麼字 蠻多的 及格的集 也算吧 也是一個不錯的寫法 還有水 對不對 東 水 我們先寫及格的集 及格的集 不是你們想像中的 先寫這個 而是先寫撇 先寫撇 喔 寫進又大了 好 所以用到一點衛碑的下墜 一點點 及格的集 然後 剛剛還有什麼字 我們剛剛說這個 反納 反納 這也是個反納 這也是個反納 就是不要的布 我記得我小時候 十歲 顏真卿在66歲的時候 偶爾把這個 納筆會寫成納 就是蕩出去這樣子 像這種蕩出去的筆 但是它這裡會有一個分岔 這樣 那這種就不是 這種就直接 把每一個不要的布呢 都寫成反納 就是一個長誘點 很長很長的誘點 然後呢 也是一樣在玩 小角度的撇跟中間的直線 跟大角度的直線 跟那個反納 長誘點 讓它不要等距離對比 而是 而不是 不要等距離的對稱 而是要對比 這樣 就看起來這個小角度 這大角度 看起來 就是老師自己學習的時候的一個觀看的焦點 OK 然後還有什麼 放到 錯步的這個 這個也算是錯步 鹽 我們就把這個字寫一下 你看它上面那個撇 那個短卓撇 多麼尖啊這裡 很多人不知道都寫得圓圓 對不對 所以你就是要寫成一個右點 撐一下 然後把它 像雨刷一樣把它刷過來 你刷成功了 這個尖點才會成功 好難喔 是不是 如果你 對 好難喔 再推出去 好 再推出去 拉進來 從這 這幾個就是老師跟你們分享的